漫天火光有如天雷巨響 雷霆2000万弹齐发 场面震撼 敲响汉光36号 时兵联合操演正式开达 我说过国家安全 从来就不是靠 卑躬屈膝 而是要仰赖最坚实的国防 而我们所有的国军官兵 就是国防的核心 IDF战机高速投弹炸射 随后战术回避 进行热焰弹躲避 敌方追击 转过头后大海掀起滔天水花 精准殲灭敌舰 5号高射流 干部 含干部标区 模拟敌方登陆舰 尝试抢摊 我军联合蓝阳舰炮击 联合地面炮兵连 抽泊骑射震撞荡 重创防舰群 飞弹发射了 地狱火飞弹前端寻标器 持续接收雷射回波 请注意前方海面上 白色目标把船 连续火力扫荡 陆航主力地表最强 阿帕器与眼镜车战机 在乘胜追击 地狱火导弹 精准绞杀残军 标枪飞弹放手榴 紧牵着云豹甲车 307炮 40榴弹炮追击 配合托式标枪飞弹 摧毁敌人士气 200发 佩服弹导计算机 及热显向观测系统 具备全天候的作战能力 今年量产配发部 阿帕器最后海神火箭狙杀 成功反制登陆 此时追击残兵败将 万弹齐发 宣告演习完美落幕 透过陆海空三军 士兵实弹联合操演 精准名中目标 国军用行动证明演习 不只是作秀 验证自己 拥有保家卫国的能力 以上是记者 姚家庭张雨萱 在台中的报道 有充满 福室 满